人生中第一次买票 第一次看演唱会 因为我很喜欢那个 然后我就去看了 黄梓涛老师 有一个工作人员来叫我 他说赶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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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叫我赶紧赶紧 下来下来跟我来 对对跟我来 对对 然后我就 我也不知道嘛 我就跟他跑了 就跑一跑我就跑到台上去了 我就不感动 那个时候有点懵 但是他们开始表演的时候 在台上看下面的观众 看那些粉丝 看到一些灯牌 然后看到他们在为 自己喜欢的偶像尖叫 那个时候呢 我就有一个念头跑出来 我就觉得如果这些都是我的粉丝 这些灯牌全部都是我的名字 然后在下面尖叫着 一直 杨宇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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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我学的学校是艺术学校 所以就会有很多那种公司来选人 来挑演员什么的 但我在那学校的两年没有 我从来没被选上过 我是打算是十月二八回泰国 因为刚好是我爸生日嘛 然后结果十月初可米制作来 来学校选人 可米制作来挑人啦 大家做好哦 你们要看哦 这个可米制作很大哦 公司要把握这个机会什么的 然后我就看我就 哎 大家公司别想了 我坐在最后面的角路边 然后绑鞋带的时候 就突然有一位经纪人就 最后面那个戴眼镜的 那个女的 然后他就说 你上来一下填一下资料 然后填完报名表 我是最后一个去面试 我是求着跟他们讲说 你一定要签我 我说你这一次真的是最后一次机会 如果你不签我的话 我真的要回泰国 我没有办法继续再做 我喜欢做的事情 这一天就打给我 下下礼拜你来一趟公司 来聊一下合约的部分这样 然后我一挂电话 我就跟我爸妈说 我爸妈他们对我的期望也很大 就真的很大 就是 因为毕竟有可能身边的人都知道说 我现在已经做一个艺人了这样 就每次他们跟我爸妈聊天 就是说哎呀你女儿已经是明星了 钱是不是赚很多啊 你是不是怎么样怎么样的 但事实上没有这样 就像明星的诞生 我以为说这个节目 会带给我很多很多的东西 我会不停的就是接很多人 然后会接到很多工作这样 但是就是比完赛之后也没有就是自己理想的那样 然后刚来北京的时候大家就说 北京其实很多机会啊什么什么的 但是我到了之后并没有我想象中的那样 然后到后面就把自己关起来了 我现在都很少去接触人 因为我害怕说我又做了什么事情让大家不喜欢 爸讲了一句话让我挺难过 他说我觉得我人生最失败的就是让你尽点一拳做过最失败的选择 然后我就说对不起我不能当你们的骄傲 我也不能让公司骄傲 我就说因为我不是一个好产品 如果我是一个好产品我就不会这样子 他们就跟我讲说如果这个比赛真的没有晋级的话 你就不要呆在那了 他说你就回来吧 那边就觉得真的黑暗 我们观传组组组组织 Next 就是黑暗 它是我 IGN开灰组组织组组组织织组织织组织绍